這邊仙天是否不是 仙天是不是這個 仙天是 仙天 找這個功能仙天 剛才你一個不是的喔 我差一點被誤導 仙天的後天類 所有是在東北方 這樣知道嗎 假設他是飄如宜 飄如宜就是後天的仙天類 對 這個意思 看你們要用什麼方法 老師都是用各種方法教 希望大家聽得懂 那你也可以自己用臭臭肉 臭臭肉我是不喜歡的 大家再慢慢去體會一下 我們等一下還會遇到 沒關係 我們先這樣子去看 我們張老師 你在前功喔 所以我現在應該在離位了 是不是 不是 假設人事同工 你那件事情就轉到這邊 你那件事情就轉到這邊 那更嘛 天使更是條都出來的 對 因為他是生拉嘛 生拉 那前功的仙天原本是什麼 是不是更 這叫仙天的 仙天的後天的 當然的意思 所以你這件事情可以參考這個峰會 意思有幾樣 那現在我們開始舉用神囉 剛才又是題外話 剛才是比較深的啦 現在是我們家偶一般的 好 那先是乾功是張老師 張老師你現在要問誰 就隨便想你要問誰 先問你 右親 我們現在先找右親 你那右親比較重要 問女兒 你要問女兒 好 那女兒各位老師 我們一定要問你娘喔 接著都要問你娘了 好 那你是陰 那石干功是不是女兒 是不是持女功 所以這個是不是也是陰 所以葵就是你的女兒 好 那你們女兒在哪邊 喔 女兒女兒跟你不錯耶 在這邊 有沒有 這邊是不是屬金 你也屬金 那兩個就是同母型 所以說你很關心 十五個兒子 一個的水風女兒 但是你們兩個有沒有交集 好像不太多耶 為什麼 你看喔 1 2 3 4 6 7 8 總共天干才十個兒子 八個天干竟然都沒有 一樣的在一起 看到沒有 好 葵柄 它是葵柄任 你是心、物、乙、丁 八個天干竟然都沒有交集 這樣聽到沒有 好就好 好就好 你看師父沒有交集 但是也不錯啦 至少他屬金也屬金 這一個女兒 好 假設你第一個是問 第一個是問兒子 兒子跑哪邊 你想兒子會跑哪邊 你還沒問女兒之前 你是先問兒子 兒子會跑哪一個 正公 對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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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公 我們兩次講得很好 好 假設你幾經動念 開始問 你就是問兒子 就問兒子 然後任就要變 魁就要變成任 因為你的五行是陰 你的兒子的五行一定是陽 而且同樣都是水 同五行 對沒錯同五行 所以第一個 你如果先問兒子 好 那就會在這邊 兒子就會在這邊 那你兒子問完再問女兒 你也會跑哪邊 還是跑到腿嗎 還是跑到腿嗎 就不是喔 清楚就不是喔 好 我們有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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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分 我們有分兩個數 記住喔 我們有分班工 所以我的數都有喔 我們一個問班工 那一個是轉工 轉動的轉 一個班工一個轉工喔 其實我們要把班工轉工的原理記住喔 好 現在他剛才是不是先問兒子 兒子 兒子是認沒問題嘛 接著他要問女兒 那個叫什麼 叫同一套系統 叫同一套系統 所以就是班工 同一套系統 所以就是班工 記住 同一套系統 我們就用班工 也就是 這個是兒子 那接著不管你問兒子或女兒 就不用分兩套 就是直接從下面的庚 然後搬到天板的庚 這個就是你要問的第二個小孩 不管性別 記住 不管性別 就用地盤端 地盤端 地盤端轉到 對 地盤端轉到 看哪一功的天板端 那麼就是問第二個小孩 不管性別人 我們只要第一個分音量就好 所以其用神很重要 那個根就是根找根就對了 對 地盤 地盤的 你第一個 取出來兒子的用神功的地盤 地盤 地盤再去找天盤的庚位 天盤會所屬庚位 也不一定說那女啊 你第一個要問兒子也是那個庚位 第二個就不分別量 從一套系統就不分別量 就把它找出來 不管你 你第一個是問兒子嘛 第二個不管你問兒子或女兒 就是翻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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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知道齁 第三個也是一樣 葵 再翻過來就到這邊 這是第三個 你說這是管性別的齁 現在生到沒那麼多 放到沒那麼多 我來看葵 葵 葵 你也有生到四個 平 就跑到這邊 這是第四個 喔 這麼好生 現在把它找了 不用那麼麻煩 找到這麼多 那老師租了問人的話 你問事也是這樣子的貝Q嗎 來問事 你跟我講 你要問什麼事 好 你現在人在這邊 事情在這邊 你問什麼事 你要講 我才對回答你 問什麼事 你起庭東內這個盤 你是問什麼事 這問豬房子 好 你要問豬房子 三間房子 這是我 你要問豬三間房子 這是第一間 這是第一間喔 就不用那一名 好 有些人要不滿房子 或是豬房子 沒錯 這個常常在遇到 常常遇到很多 包括我拼的時 不夠小 常常用這種手法 好 老師說 豬房子 那自己面色 那這個是誰 這是誰 這是詹老師 其安宮就是第一間房子 我們講過它是人 事 物 這是第一間 好 秉文翻過來 這是第二間 任文翻過來 這是第三間 那原則上看起來是 這一間會比較好一點點 因為它跟我的同路行 那這一間是我去送它的 我洩氣 我好氣 這是我去克的我求 就是好氣 你知道嗎 但是公關都沒有病 基本上三個公關比起來 還是這個比較好 大方向就是這樣 沒有生命的就不分裂 沒有生命的 對 沒錯 沒有生命的 不用分裂 他一直是沒有生命的 對 對 就是石甘宮 就是代表 你要租的這個物 我們講過它是代表人 事 物 所以秦文真的很好用 隨時隨地都可以開盤來問事 而且吉兄馬上知道 而且吉兄馬上可以解 包括在你家裡可以解 包括在手上可以解 包括用意念真的都可以解 真的很實用 所以你跟吉兄混在一起的話 這是問事情 我們落味道來問人 要問人 你兒子問完了 老師等一下打個掌 他這個兒子不是在正宫嗎 正宫 正宫這個天剛跟他媽媽有什麼關係 好 天剛媽媽我來看 跟媽媽有沒有關係 第一個有沒有先後天 沒有 沒有 第二個有沒有想念符號 好像也沒有 你是不是趴的都沒有 表示連論比較沒那麼好 沒那麼溫柔 不要說不好 不要沒那麼好 我想管他 他也不讓你管 假設你們兩個有先後天 他在這邊 好 假設我是金 因為這個要課人家要有先後天 假設 假設張老師是在這邊 那你的兒子是在這邊 這是你課他有沒有 但是兩個是不是有先後天 對 兩個是有先後天 也是沒有想念符號 有先後天兩個就是說 比較有那一種關係存在 跟夫妻關係一樣 要離婚 能不能離婚 先後天就比較難離婚 因為女生既來 你去先天 你們兩個先天球 那個原論在那邊 說明老師非常猜 那個桃花原論 都要肯定考慮 那個是有因果的 不是你 我們會教你一些說法 但是 不是每個說法都可以用 剛剛所講張德文 會讓我給長什麼意思 都是一樣 基本也都有這些方法 但是不能用 你要自己去考量 不是說你想中就用 好 這是心 這是你 那接著你要問誰 說你前面爸爸媽媽都不是要問嗎 最重要的 要問爸爸媽媽 好 那現在換老師貴姓 謝謝 劉先生嘛 好 那現在這個心換劉先生了好不好 好 劉先生換劉先生問 你要問誰 問媽媽 劉先生問媽媽喔 那這個是不是陰 那這個是不是陽 那這個是不是陽 所以陰陽剛好是 她跟媽媽就是分陰陽 是不是 所以公就是媽媽 那媽媽打到哪邊 一公媽媽打到一公 你看兩個就有先後天 有沒有 兩個是不是有先後天 但是也沒有相養符號 假設有相養符號 代表兩個人的關係都更沒有 雖然相剋喔 相剋代表什麼 她有失愛你也有失愛 代表她很想管你 是不是有先後天啊 有先後天可是沒有相養符號 我知道 我應該有講先後天嗎 有先後天喔 可是沒有相養符號有沒有 所以兩個人關係好不好 看先後天還要看有沒有相養符號 所以很神奇喔 那麼多符號竟然都沒有相養符號 我一次就 所以相養符號是同樣的東西嗎 相養符號 我吃了霧 這邊也有霧 這個叫相養符號 就是同樣的東西對不對 同樣的東西 對 同樣的東西 因為四個天間都一樣 已經出現 出現一、二、三、四、五、六、七 出現七個 包括假八個 竟然沒有一個是相養的 相同的 也很難啊 那因為她有先後天 所以她有失愛 你也有失愛 代表她想管你 那也代表我們留先生 我也願意 意思就是這樣 那是被管 那是心甘情願的 這是這種意思 那你是心甘宮在前宮 那庚就是在哪一個宮位 你是在前宮 他是在離宮 這個就是好嗎 爸爸呢 爸爸過世 爸爸過世 爸爸是哪一個宮位 爸爸過世過許 爸爸在哪邊 親 正宮 更宮 更宮 聰明喔 有沒有別的想法 爸爸上哪一個宮位 有沒有別的想法 這個年上次長輩上次嘛 難道我是親 媽媽是個人沒問題嘛 那兩個人五熟不一樣 爸爸是哪一個 爸爸大家會想說他是哪一個 五熟 五熟 還有沒有一個想法 為什麼是五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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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節嗎 你用正義徒加心 那是正的說法真的可以用 基本算法是真的可以用 但是現在不是 不是我還沒有跑到那邊 你就去找一下 那是 那是你媽媽已經用過了 又在找 比如說我要找我媽媽的阿金 阿爺 你應該找五熟 現在先找正確的 因為 因為爸爸是更 所以媽媽一定是已更合 爸爸跟媽媽是夫妻 對 所以他是已更合 他是在更通 這是誰 這是爸爸 沒錯 這是爸爸 這是爸爸 爸爸是在這邊 接著要問阿伯 爸爸的哥哥 阿丁 那個叫同道系統 你知道嗎 他就是同道系統 懂嗎 假設他開口 就先問阿伯 阿伯是哪一個 先問阿伯喔 不是先問阿嬤喔 阿伯是哪一個 阿伯是跟你 同舞行喔 好 那阿伯是哪一個 阿伯會是哪一個 阿伯會是哪一個 你要想像一下 是哪一個 同舞行就是新 同藝養 還是跟嗎 阿伯跟妳 阿伯不是故伐 新還是新 阿伯要跟你 不是阿伯要跟你 阿伯要跟你 阿伯要跟你同藝養 既然是問阿伯 這個跟就是什麼 嗯 這樣知道嗎 所以阿伯就是阿伯 所以很活的喔 阿伯就是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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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你就是要問阿伯 你很關心阿伯 你這個就是阿伯 你就是阿伯 你就是阿伯 接著你要問爸爸 就是上班 你的爸爸跟阿伯是不是通告信仰 這個就是爸爸 所以看你問事的方向 啟動神都不同 有些老師會服務你 所以你要把問題不出來 我才知道你問在哪邊 一定要了解怎麼去啟動神 再來我們找聖地姐妹要畫 這是心 張老師你要問姐姐或妹妹 或妹妹 或哥哥 或弟弟 弟弟要問誰 我問弟弟 好 我問弟弟 我是心喔 那弟弟跟你是不是不一樣的五行了 我是因他是癢 所以甲就是弟弟 有沒有 所以職伏這個功能就是弟弟 有沒有看到 接著要再問弟弟或妹妹或姐姐 都沒關係 就是直接翻功 這個就是問第二個兄弟姊妹 跟我們食肝公司的一樣的 這樣董燈的原因 好 那第一個 如果你是問你的妹妹 那妹妹會是哪一個 妹妹或是哪一個 妹妹或是哪一個 你是心喔 你第一個是要問妹妹喔 第一個是要問妹妹喔 好 因為她問妹妹就要跟你同音量 那現在你是因他是癢 所以你要把它轉換成因 有沒有 你要把它轉換成因 要同母寫的因喔 就把它轉換到什麼丁啊 旗啊 鬼啊 不是喔 不是喔 你要同母寫 所以 寫音動念你要很關心自己的妹妹 寫音動念找妹妹就是在這邊 這個就是妹妹 接著你要問哥哥 姐姐 弟弟都一樣 就是從丁翻過來 這第二個說什麼姊妹 那幾就是第三個說什麼姊妹 就是這個原理 所以問世的方向會決定取用程的方法 甚至會改變 甚至都會改變嗎 慢慢笑 然後再去看我的書 現在就主要就是說 你把原理跟各位大家做介紹 然後再去看我的書 你就了解它的原理 為什麼是這樣子寫 這是最簡單的作用程方法 因為剛好都沒有重疊 剛好都沒有重疊 假設有重疊的話 你要深挖 或標語 不是這個功能是誰去用 方法都會很火 不同 問岳父呢 問岳父 寫音動念就問岳父嗎 很一樣喔 整個系統 我是這次男生問的 男生問的 這次都是業父 那你就是業父 不用用太太的一款就不用 不用 不用這樣麻煩喔 不用 不用 還有很多人都還在想喔 還沒有想到問題要問誰 女婿的 好 女婿 這是你嘛 對 你要想一想出來 這是你 鬼是問女兒 那女兒的先生是誰 任 悟 對 悟 悟跟你在同時說 你很關心他們的女婿喔 好 這個時候張老師 你是起心動念就問女兒 就問女婿對不對 那就代表沒有問你自己的事 因為這是你的用成功喔 但是你是不是沒有問你自己的事 那這個就是女婿用 這個功能就是女婿 好 那女婿問完之後 張老師你又問老師說 老師 那我要投資一個事業 那保護好 現在問你的事對不對 張老師女婿喔 現在問你的事情喔 那你的事情 你有沒有在現場 有 對 在老師這邊現場 這個時候就要怎樣 生娃 生娃 生娃跑到哪邊 生娃 生娃就是在這邊喔 先天的後天 對 所以就跑到東北方 所以 是的